那不過真的要拜託大家,一定要撐住 那見識的一定會越來越好 感謝感謝 市場的康商們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爭議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不過真的要拜託大家,一定要撐住 那見識的一定會越來越好 現在在周邊的,不管他的一個採檢 看起來陽性的比例也越來越低 然後管理得到 那後天,是大後天 還後天? 禮拜四 七月八後天 後天能夠再做一次 那PCR 那整個希望把這個傳播鏈 在這一次就能夠把它斷掉 加上適當的管理 那我相信這個疫情下來 大家的行李也越來越好 大家休息一下 人數的降測還是沒有問題 每個生意都壞了 都壞了 我想現在是在拼疫情 先把疫情拼過來 那我剛才看到 這會長有對於所謂搬運工 有做這種人流分艙分流 然後用制服的顏色來辨識 那確實萬一有什麼情況的話 那掌控或應變都會加速很多 那補充一下就是 八號是大規模會在我們的六樓 那今天跟明天我們會在雙元國中 我們繼續擺那個PCR篩檢站 有一些攤商沒有來的 好像會來不及來篩檢 今天明天都還可以篩檢 那八號可以在這邊做大規模篩檢 那重點在於說八號以後 還要八號以後的PCR才能進出 那接下來就是昨天有跟警長討論 15號以後會用疫苗的證明進出 那那個部分我們今天 後台新界介紹 這樣介接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讓他們能夠用 類似通行證的方式去進行 對我想在這種管理比較嚴格的情況之下 怎麼樣運用資訊化 讓大家更方便 那配合起來就會更好 那管理上的效率就會增高 那這一段 那個台北市政府跟中央 大家都一起在努力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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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政府跟中央 大家都一起努力 好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九四藥客速 2020台美四次大選 才年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 APP 即時新聞 不漏街 不漏街 不漏街